大台中现实合并即将满三年 台中市长胡志强在年底特别召开就职三周年记者会 亮出这几年施政的长期单 因为宜居所以宜居 变成它是台湾大家在民调中看到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台中市治安真的在改善当中 真的是三年以来五都第一 胡志强以各项数据来说明台中市 不论在经济、治安、文化、观光等内容都在五都名列前茅 至于交通方面 虽然目前有BRT工程的交通黑暗期 不过市长也表示 台中市汽车数量增加幅度已经明显下降 显示民众对大众运输工具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我觉得一般人不会因为坐公车而不买汽车 但是我们发现 坐公车人数快速增加以后 买机车的人变少 是减少4.15个百分点 可以减少4个百分点 就是机车数字真的在减少 胡志强在秀出政绩的同时 也不忘提出愿景 表示台中未来将要朝着低碳智慧城来迈进 不过这句话也引发现场媒体询问 是否意味着要投入明年选战 您既然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做 一年应该是不够的 是不是您有可能再继续来投入这个选战 应该有百分之六十 但是我不选的可能性也有百分之六十 我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 使命感不是只有公务 各位使命感也包括你的私人的关系 家庭的关系 市长强调目前参选的几率大约有六成 但是不选的几率也差不多 原因就在于希望能有多点时间陪伴家人 因此目前还在考虑阶段 希望能做出一个对台中市最好的决定 记者洪嘉宏 特殊丑老